大家好 很多朋友都特别想了解这个 在英国的华人 在国外这些华人 就是从90年代 80年代 你想我说到了 80年代90年代 这些来到国外这些华人的生活 还有他们的经历 关键呢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他不跟我有故事 我旁边坐这个 美女 有点俗啊 咱们不说美女了 咱就说朋友 我旁边坐这个朋友呢 也有不少故事 我今天啊 给我的朋友啊 从博明汉给请到伦敦来了 跟我做这期节目 而且呢 他的经历呢 也挺有意思的 关键 他的名字叫的有意思 他叫李克辉 但是不是中国作对 那李辉啊 那李辉我可不认识啊 我现在就认识这个 咱们博明汉的李辉 你好 李辉 顾大哥你好 大家好 特别高兴 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好嘞 各位朋友好 我是李辉 这个跟很多很多人同名 我发现这个我们那一个年代啊 我们这种叫李辉的名字 我们原来上小学的班上 就好几个 这老是一叫名字吧 我们有几个人举手 后来长大以后又发现 不管是也挺中性的啊 不管是咱们这个 这个足球李辉 反正就就是我们 我平常在生活中 就又遇着好几个李辉 确实是这个李辉 辉煌的意思是吧 主要是这个名字比较红 当年的时候 是特别流行的一个名字 那倒是 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那你现在给朋友们 讲讲讲讲你的经历 好嘞好嘞 谢谢郭大哥邀请啊 确实这个八十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呢 就是年轻嘛 特别年轻的时候 他在上大学 就特别想再看看世界 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 我们都有这么一个梦想 就觉得 哎呀这个世界是很大的嘛 很精彩的 都想往外看一看 后来呢就选择了英国 觉得英语呢 是一个比较这个世界语言 我们在大学里面 学了很多东西都是英语 靠英语翻译过来的 咱们就过来学 学学他这个正经的这个英国的文化 哎就这么就过来了 那那你原来在中国大学学什么呢 哎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学心理系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 哇那还真不错呢 咱北京人啊 北京人 北京人 然后那到这儿你是当心理学家了还是怎么了 对或是怀揣着这个心理学家的梦想来的 后来发现这现实很苦感啊 到这来以后发现这语言不过关 就是这个先补语言 后来就去了这个原学校 当然最后也是上了大学也是研究生毕业 但是呢这这段这个留学求学期间也是经历了不少这个坎坎坷坷吧 有高有低的 哦那你们上学的时候像你长这么漂亮了 那肯定有人追啊 是吧 我这是一个丑小鸭呀 我在国内呀是最普通最普通 我们家我们以前上学的从来就没当过班花 到这来哎你别说留学的时候 这架不住中国人不多呀 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中国人 真是我们班就我一个从这个大陆过来的中国人 哎我这这到确实发现这物以稀为贵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大家还都挺对我挺有兴趣的 哦那那你这个上完学以后 呃你都在哪些方面就就是都做过什么工作呀 哎呀留学的时候啊就是从来没想过的工作 哎这个回都体验了一把 哈哈哈哈 跟朋友说说 对那时候我住在这个英国南部的 这么一个小镇啊海滨城是特别特别漂亮 叫做波尔摩斯 波尔摩斯哎对大家呢这英国人到那去旅游 我当时打了三份工 这个作为留学生勤工俭学嘛 一个就是餐馆 是咱们最熟悉的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去那餐馆去打工 哎完了以后呢还同时打了一份什么工呢 在养老院里面做护理 哦哦 或义工哎不是义工人家付钱呢 哎我是拿工资的哎 看没有这这这这心理学家也得端盘子 是不是也端盘子 这也得当护工是吧 但是啊但是苦中有乐吧 哎有乐哎 那你能给你讲讲在老人院工作 这个跟咱们这个中国的护工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哎呃我呢在这个老人院就是咱们叫养老院吧 在这个英国工作我在中国从来没做过任何护工 但是我想跟咱们中国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吧呃工作的性质呢 就是每天早上一大早我们要上班呃 换上这个这个制服以后照顾老老人呢 起床然后给他们就是早饭他们的药 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护理的工作我们都要负责 不光就是送饭或者是给药 就他平时生活的这个过程都要照顾到 哎真的有爱心是吧哎太得有爱心了 那又跟他们聊天什么的吗 跟他们聊天对因为吧我发现这个可能跟咱们 国内的这个养老院可能不大一样 到了咱们这个英国的养老院大多数的呃 这个老人家呢他的腿脚不是很利索 所以他们在户外的活动的机会也比较少 呃这个亲戚的子女和亲戚呢呃可能是住的比较远 而且也不多不经常来看望他们 嗯对所以经常呢需要我们这种护工呢 跟他们就是就当女儿孩子是吧 哦对他没那么孝顺是吧 对还是咱们中国人孝顺是吧 哦哎结果这些呃老人家们嘛哎就特别新奇啊就特别注意我啊 完了经常想跟我聊天了了解了解中国啥情况啊 完了以后还有一个老老人家啊就是好像就特别喜欢我哎就经常拉着我的手 这就跟我想跟我多聊天跟他说他家的情况跟我说他家的情况 他的孩子们孙子们完了还老问我啊在中国的情况还给我起了一名 真的啊哈哈哈因为他们不会叫我的中文名 所以他呢就觉得哎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吧我觉得你特别像一个什么花就给我起了一个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在国内都是当当树叶的哈哈哈到英国来 $a 来 $成花了哈哈哈 嗯嗯嗯哼哈哈 昖喊喊 hanger 你们也得来啊啊 他們ē 酷 让它起码当是花 GRA 啊啊 哈哈哈哈 没错特别热情 嗯嗯那同时也感到咱这个中国人的亲情啊 嗯嗯哒哮呢 真是有感触 伟大 太伟大了 最有意思的是我这第三份工作 我这第三份工作是去健身房 我当教练 牛 这个是因为我出生在咱们武术世家 我父辈 我的祖辈都是练武术的 我小的时候也特别喜欢武术 酷爱武术 是练武术长大的 所以大家知道以后就请我去健身房 让我去当太极教练 去教外国人还教中国人 一耍的老外 不是广场舞 咱们国内有广场舞 老外也不知道啥叫广场舞 就知道中国功夫厉害 一说中国功夫就敲大拇指 他们都知道李小龙吗 可不是 一说知道我会武术 会太极 第一个就问我 你是不是跟李小龙一家子 跟李小龙一家子还行 但是跟李辉一家子 那就有点说不好了 对咱们可能五百年前是一家子 那咱们先让朋友看一看你练太极拳的这个视频 行吗 是不是 好嘞 给朋友们展示一下 好嘞 好嘞 了 看完你这视频 你真会 你还真会 从小学的吗 不敢装 在郭老师面前不敢装 对是从小 从小就特别喜欢 完了就跟着我父母 就是父辈 就是一起练起来了 那你现在的工作 那就是以这个为生了吗 对 就是因为咱们这个 又是中国传统 到了英国以后 我就发现 这个英国人 就对咱们的中国传统 特别喜欢 每次一听说 我会 他就说 哎呀教我吧 教我吧 大家都希望学点 完了我就觉得 这个一个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传统 能够发扬光大呢 哎这也是个好事 那当然了 又锻炼身体了 是吧 没错 又锻炼身体 又宣传文化 完了还能养家糊口 这是关键 一举三得了 是吧 是 那太好了 那你的功夫 那肯定 谁都 都不怕了 是吧 对 我就觉得特逗 大家对这个中国功夫吧 就是有一种 特别强大的 这个魅力啊 每一字一说中国功夫 我一上完课 大家就说 哎呦 你教我一招 我就能跟坏人打架了啊 完了我就 我就跟他说 如果有坏人 来找你麻烦的话 你掉头就跑 我就掉头就跑 有多远跑多远 这个36级 第一级走一上去 太有意思了 对 咱们是交友 健身 完了宣传文化 当然也有 功房含义 这就是中国武术 功房含义 是肯定有的 但是呢 这功房含义啊 它不是说 你就是跟街头打架 这一回事 所以 咱还是得 那个 保护自己啊 保护自己 那 那你教我俩 动作吗 哎 好嘞 咱们来一个 咱来一个架掌 哎 架掌 对 再一个推拳 推上 推拳 对 对 一个架 一个推 对 这一个架 一个推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咱们这叫 手挥皮疤 手挥皮疤 对 这典型的 这个李小龙的啊 预备是 那咱从头来 一 太有意思了 再来一次 感觉有劲了 我这马上就变成李连杰的李小龙了 是吧 也不觉得我自己老了 就是咱不能让全世界知道 只知道李小龙和李文杰嘛 咱也得让全世界知道 有个 李辉啊 是吧 有个郭大哥和李辉 没想到 你从博明汉来的 到这么远的哈 我真是的哈 这个特别特别感动啊 那个 朋友们 如果你要喜欢 那个中国的功夫 不管清功啊 还是真功夫啊 那个 有兴趣的话啊 找我们这个李辉同志啊 这李辉这个玩意儿 不是一般的水平啊 而且呢 他他特别耐心 而且他的功夫很深 而且那个 也是一种享受 对吧 对 是 是 一个是咱们 尤其在疫情期间啊 都得照顾自己这个身体 提高免疫力呢 就是锻炼身体是最好的办法 在家又安全 在足够出步 咱们有网课 就是可以在 提高自己的防疫能力了 百病不轻 尤其是咱们 这个新春 这个家节的时候 给自己和家人 送的最好的理由 就是健康 对 说的太好了 好 朋友们 希望你们喜欢 李辉 和郭大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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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